大家好,我是吴仔 唉,這一節真是 提醒一下行家才行 正所謂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危險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我們的廣播 說什麼呢? 肥婆現在說要動無良和動日耕 我們呢 我認為我們是同一陣線 我認為是 但我又沒有你們兩個那麼危險 因為我一向都很清楚YouTube規則 有些事情就不可以犯 如果肥婆真的檢舉他們 她有機會封台 這是真的 因為她拿了一條影片 其實以前我們都很知道這些規矩 看到肥婆現在最新的動向 她的YouTube 她一向都沒有什麼說 她就直接變成對抗 反抗無良 她也有罵 又說去YouTube工作 其實說某些項目 很危險 我這一集被無良和日耕一個勸告 我知道一定有人說 你不用聽我不用說什麼 我告訴你 你聽我說出來 是沒有她吃虧 她不會吃虧 但如果她不做 她是沒有買這個保險 我們以前 經常被人偷片 說真的 不只是這幾年 以前我拍攝影像的影片 有人把我的影片放在網上 有些偷運 搬運 搬到別的台 有些就是配音 有些是評論 但是拿了別人的影像 以我所知,不是只有我一個 很多Youtuber都被搬運的影片 是隔壁台 某些台,是真人真事 那些台是封的 YouTube的規則,你不可以這樣 你說他不是寫不寫信 有些人說他懂英文才算 美國公司是瘋的 香港那個 有些人,你又不了解我Youtube的規矩 香港的管理,在新加坡管理 他們懂得看中文 還有他做這件事是不難的 不是說要怎樣寫信 那我不說怎樣做 待會你說,我只是提醒那些台 如果 真是 你聽我的建議,沒有你吃虧的 是保障你的台沒有事 如果你是保障過肥婆的影像 那些影片 譬如直播 不是只有聲音,就不要緊 因為有自己的聲音 有其他聲音,你會說話 如果我拍照,你保障過他的影像 你把那些影片全部 是私人 我是說真的 不是你 我提醒你們了 待會有些什麼搞出來 現在不是說什麼 你記住前後次就是肥婆 他講了我給這段影片 你聽聽 跟他那些人做 人做人 有想聲音 他竟然在勾結你們的惡勢 來搞我 而且是一個公務員 那些 什麼都查到他了 他等著蹲監 給他陪伴我 蹲監沒那麼嚴重 蹲監沒那麼嚴重 但是有些事情有機會是很危險的 有些事情 我還有一段影片給大家聽 其實 你聽聽 阿OK仔發給我 這個 總之是整件都在展播 我的影像 我的超正前 我直播的內容 他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你說他繁繁稽 繁繁稽 他可以封台 就是可以的 我是已經用了人工的操作 和YouTube頻道 反映了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事的 我不知道的 還有 那條PK 他可以 整天恐嚇我 說什麼 告我誹謗 我都未告他誹謗 還算未大 他要告就快告 我真的不用怕他 他天天在這兒 兇嚇我 都沒用的 又要獨手 叫那些人去搞我們 是吧 他 肥婆做直播的時候 說了檢舉他們 我想說幾件事 我剛才叫你們 如果你之前有轉播他們的影片 你全部私人了 然後刪除了 你這個台又沒事 其實真的沒有你吃虧 因為那些影片 那些人很少會回頭看 那些錢你收了 那些錢你收了 這個是保障你的台 我是提點你們 作為一個懂得規矩的人 到時候有什麼事情 你們就很嚴重 其實肥婆 她的人這麼壞 我們有這些YouTuber 在這裡檢舉她 跟她刮到一些資料出來 譬如在冬天被人拍照 我絕對相信那個肥婆 因為她出道的時候是夏天 她以前是一定搞過一些事情出來 然後就被人拍照 這個肥婆的心腸這麼壞 她不是今時今日才這樣 阿伯只是今時 現在這一期的受害者 她之前一定是搞事的女人 其實是要有這些台的存在 如果這樣無厘頭 然後被人搞壞 我們以後是 即是表示難過 整件事 是的 表示難過 你說肥不肥磅 那些 你看肥婆的口吻 其實她是不害怕的 她是不害怕的 即是她 她 她說得很明白 她直播說 現在你要救我 在英國飛回來香港 飛回來香港 跟她上法庭 去法庭見 她是這樣 根本上 她不會當作是甚麼回事 現在 之前我說不說了 我說無良 被律師信她 我說她 她糟了 即是我 即是說肥婆糟了 這樣 大家都是 起碼有一個 叫做 左下的作用 甚麼都好 大家肥婆已經 又進化了 魔人報勾 又再次進化了 有些人在背後 幫忙 即是燕仔 那些 那就糟糕了 現在整件事 我覺得 如果以議員對立的對立面來說 無良軍師 日耕頻道 也很危險 所以 為何你不做轉播呢 我早就知道這個世界規矩是這樣的 我不是提不提你 你做的時候 我又不會說這個不行 我又不會說那個是甚麼 因為大家都在吃這盆花生 難道我出來說 然後讓你說 你們看別人這麼高 高點擊 你叫別人做這些事情 你擺明你就是妒忌 別人賺錢多於你 他自己都說 賺錢多於我 他的嚴重性是甚麼 我這些 真是足夠朋友 我跟你們說 我告訴你 那件事是怎樣 他在Youtube停了你的台 他下個月都不用出錢給你 你明白我說甚麼 你明白我說甚麼 所以這個是嚴重的 如果你要保障自己的台 繼續營運 你以後要轉 你好像五仔這樣 你看看見哥 劉定堅就沒事了 他只拍著自己的樣子 是不是 他只拍著自己的樣子 他沒有拿別人的圖 為甚麼有些人說 不需要你的影片 整天做個收音機出來 沒有照片看 等等 一條密話題 敏感 因為那張相片不是自己的 我們就不會拿來做影片 因為被人移動 是會壞的 所以這個不是說甚麼 這個他 他背後不知道有沒有人教他 他可能背後也有人教他 他現在這樣說出來 他說他自己做了這件事 有些人說他懂才算 我說懂甚麼才算 他在網上按我按鍵 你明白嗎 他不是說要我坐飛機去新加坡 所有事情在網上搞定 還有陳怡做了他的粉絲 陳怡自稱加入了粉絲群 陳怡自己也有多少萬訂閱 他也拿YouTube銀牌 大家都拿銀牌 我也是銀牌 一百萬星是金牌 他也懂 有些事情 所以整件事是很危險的 你別說我沒有提醒你們 有些人說 搞瘋狂搞瘋狂 你知道我每天出三條片 就是肥婆 我覺得她是欺負人憎 他人是賤家 又撩膠打 很想被人打 我每天都是這樣罵她 你知道 我不會說 甚麼 我現在是給你一個善意的提醒 因為其實對他們沒有傷害 你那些錢收了 舊的直播不會說 再運動有多少 對你完全沒有傷害 這是保障你的台 繼續可以營運 然後你轉型 出你的真樣去搬 你那些圖 去到某些位置 你拿手伸出來 拿手機給別人看就可以了 這個我教你 最穩陣是這樣 你擺定定 然後他有東西可以動 這個 我們都是幫YouTube賺錢 但YouTube本身也有規矩 否則黃標也不會捉到這樣 是不是 他不是黃標 他是頻道警告 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明白 因為如果在肥婆的對立面上 我們說 有兩元大將這樣 之後 我繼續會罵 因為我穩陣 只要我出聲 出收音機 是不是 我穩陣 只要你封面一 是可以擺 只要這張圖 我不是你的 這是甚麼意思 我又製作過 這個我們在規矩游走 陳二入了粉絲群 他又擺明 居馬是 動一旗的 這裏又是會 有助力在這裏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也有很多人罵陳二 不知道為甚麼 有些人是喜歡唱反調 他之前那件事都 那件事又未完 現在又做另一件事 我想搏一下人氣吧 有些人 沒有的 你不搞這些 可能都會有人罵 你 反正也是 不如 找些新位 出位 其實做網紅 都是要出位 你也不難理解 如果那個不是何太 是沒有人認識的 那又不會站邊 只要我這些 我擺明就是 我很討厭 那些人是 為了錢 是不擇手段 因為他不是第一次 肥婆 我講哪個肥婆呢 現在講哪個 我講哪個 他 現在有人 報告 可伯自稱當兵 什麼兵 什麼兵 官陰兵 什麼兵 什麼兵 真的好笑 可白一點 怎樣 以前退役英軍 殖民地活了幾十年 叫他不要裝作 說句英文 聽聽聽 退役英軍 什麼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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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行 我猜你都是冠陰兵 當過兵 對 二戰有份打 你拿子彈出來給人看 什麼兵 不要吹 之前吹自己是那些 何家後人 何鴻生是親戚 何鴻生才好笑 你說何歐華也有些機會 奧門特首 是不是奧門特首 我都不太懂奧門 那些有些機會 因為真的姓何 人家鴻生不是姓何 頂你的肺 是奧林 荷蘭 你的鬼仔 現在說自己當兵 你什麼兵 其實是哧哧兵 我看你都是觀音兵 最直接就是觀音兵 你完全沒有男子氣概 這個人 沒有的 沒有紀律 當兵的人很有紀律 肥婆 眼晒睡覺 又不睡覺 又不見你粗東西 又跑步很厲害 你還沒見你跑過步 見你走路 說那些外語 你滾雷徐流毒汁 那些雷徐就是外語 不知道你在哪裏當兵 其實款式一點都不像 當兵站在身上也不是這樣 像阿秋冠那樣直不甩 我就有一些可信性 你阿伯 你普通阿伯 所以有時候 吹得吹 現在吹到要報國際刑警 你也瘋了 你也瘋了 又沒有什麼國際刑警 你那些民事事 警署也浪費警力 還用國際刑警 他現在是靠吹水 就在這裡賺錢 現在 沒有什麼實際事 另外 自吹自擂 就說自己是 每次見到乞丐都給10元 你說就可以了 你說每次見到乞丐都給10元 如果有一次沒有 馬上就破產了 銀包沒有錢 我又不遷就別人滷雷垂流毒汁 鮑魚反開 中間流水 免得說這些 你是不是破產 如果真的沒有給的 破產 我也不敢這麼說 看到乞丐給10元 我告訴你 我看到乞丐通常都不給錢 看看他什麼人 通常都不給的 為什麼 沒得解 我不會拿這些光環 看到有些會給一下 通常有很多都不給 何況現在香港也很少乞丐 有一次說可以乞丐 我又說人家說日本沒有乞丐 我又可以告訴大家 有一次有個老伯 他又不算乞丐 首先其實森齋橋真的有乞丐 那位老伯不算乞丐 那位老伯不算乞丐 他走來跟我說 他問我可不可以給他100日圓 他說沒有錢乘車 其實他找了褲袋 拿出來的袋是沒有錢 他說100日圓 一百日圓 我看到有三四百日圓 我全部給他 全部給他 那些不對勁 然後我白身光頸靈 好像可白身光頸靈 講日文 我跟著他尾 我看看自己是否傻子 我跟著他尾 跟著他問另一個老伯拿錢 那個老伯直接給紙幣 我再跟著他 他轉角又問那個老伯拿錢 原來他賺錢比我更多 有時候的事情就是這樣 有些人是利用別人的同情心去賺錢 我經常說 我看到的我幫不了多少 我看到不到的我捐了錢 我經常跟大家說 去一心素食捐飯票 請一些我不認識的老人家吃飯算了 我不知道這些錢拿去做什麼 有的 有些瘦猛猛的 有些真是跟你說拿錢吃白粉也有 古靈精怪 所以 我沒有何太那麼好心 他自稱經過每次都說給10元那些乞丐 我沒有 我不是這樣 而且我也少見 原來很多台不只是無良 和日間是什麼 有轉播他的影片 可能很多人根本是剛剛 因為 何太事件 很多人看 Youtube的規矩他們也不太知道 博一博 以前也沒有問題 即是他們在抖音的時候 你轉播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問題 那時候我看到大家做起 開始做 他一轉做Youtube的時候 我都說 好像很糟糕 然後那些人不理 因為沒有人說 難道我那時候說 如果我那時候說一定會被人罵 你自己不做 喂 有什麼不懂做 做了這麼多年Youtube 是不是 為什麼不做 當然是有些原因 很簡單 很簡單 你想想你自己 你將心比己 Youtube的規矩是這樣的 即是 我講個例子給你聽 之前不是有些人拍何太 什麼影畫 什麼城影畫 鄉城嗎 他不是拍了一套 那些微電影那些嗎 很簡單 你試試別人播的時候 你把自己的影片放在你的影片 然後你在那裡說 好笑啊 你覺得這樣行不行 為什麼Youtube沒有人這樣做 你就知道你其實有沒有犯到規矩 是的 那麼你 所以我剛才說的是 你救你自己的唯一一個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去打擊這個肥婆 不要讓她是棄嫌 因為你 你沒有台去發洩 你很簡單 很簡單 只有肥婆一個做 大家不說 沒有人轉播 我們不是不轉播 不是不說她 我們轉個形式去罵她 轉個形式去罵她 轉個形式去爆她 如果只是 有兩個台被人封了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也順望此寒 肥婆沒有事情做不出 其實還有很多台 還有很多台 那麼 他如果 沒有了無良 以及沒有了日間的話 那些人要罵 去給料 那給誰呢 又有劉定堅 還有五仔 還有很多不同的台 對不對 那 那些人 無論如何 不能進入 日間那裡 就是 叫做 罵她 批評這個肥婆 因為我們一早就說了 我說你們去那些大台 看直播 然後就留言 不要益 肥婆 一早就說 不要益 肥婆 如果沒有了兩個大台 那些人就會走進去 罵肥婆 罵肥婆 肥婆有錢 當肥婆有錢 有人氣的時候 她會更加惡 更加壞 會更加多人 糟糕 所以呢 所以 她是 要有人制衡她 大家在法律上 除了找律師去動她之外 你知道其實打官司 很簡單 她現在肥婆都說明 我都沒教你 那個死人樣子 很囂張 其實 穿了 你 沒有的 你講完大台 嘻哈哈 你是不是真的回來香港 入稟高等法院 上去拿錢打官司 然後益了律師 然後上去打誹謗 兩個都沒有好處 其實 出律師信 律師是會幫你出律師信 但是你說要打這些誹謗 律師 很多律師都不會建議你上庭 她不是有錢不賺你 我不說得很深入 大家自己行家都知道 何況她說 翁女俠的徒弟也有什麼 唉這些 你們自己 如果我們開會 是三文伙門開會的 其實知道大家現在在做什麼 那 她現在這樣 轉個形式動她 你不要 不要 什麼啊 這條路 還要繼續走下去 那 肥婆呢 天天在發神經 啊 什麼 扮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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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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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聲 聽下 扮聲 聽下 有了嗎 我受到了 警告你還在說 還用你的廣東話 在這裡說 肥婆又罵阿伯了 阿伯每天都被人撩 當兵 觀音兵 查查查查 那 對了 整班人 大家都是 在看這些事情 吃下 花生 繼續有什麼新的料 就是 河馬又恐嚇陽光同鄉 全星期一 下午兩點半去房署上訴庭 兩條大話症 害怕嗎 你說她害怕嗎 當然大家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就說她收樓 大結局 等等 她其實 你看她沒有房子 她也是回大陸 她其實經常回大陸 她也是照直播 我們比較好 因為這個應該要收她的 因為我們有份付錢的納稅人 未來又交稅了 收了 收了稅單 今年又要交錢 這個 又是 OK仔做專題講公屋 肥婆用了多少時間上樓 你知道嗎 你們排公屋 我表弟等了十三年 還沒得 她用了好像兩年多 兩年半 就是我們納稅人給錢 為什麼不是我表弟 有很多事情是 你看不過眼 是需要把它拔下來 但怎樣拔得到呢 一直的方向都正確 有什麼新東西就爆它 她也很厲害 譬如 誰說她是過街老鼠 我忘記了什麼頻道 不記得了 很多人看了 三十幾萬視頻 那條影片 多厲害 其實那個也很危險 肥婆當然是動誰 因為你拿了她的影片 但我想她懂得做的 原子檔案 她應該懂得做的 她的影片可能是抖音 抖音那些一定沒事 Youtube那些 真的 一條都出事 不是跟你開玩笑 這是真的 這是善意提醒來的 那 不是說不動她 一定要動她 轉個形式動她 動人的時候 不要傷到自己 要不然 怎麼辦呢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總是有些風回路轉 你看那些肥婆現在 完全是反擊 是不怕的 阿伯有多話說 他們倆經常搭聲 做一些很低質的直播 完全沒有搭 阿伯是很喜歡搭嘴 其實可怕你也不如 關你什麼事 你老婆在說話 你在做什麼 你爪牙來 哈哈哈哈 經常在說 人說你又說 搞到兩條聲音都回答了 肥婆又不兇她 兇得她少 簡直是 都討厭 大家 大家 不需要強硬地建議 因為 有些一定是反抗 你叫我這樣 我不相信 到那天 餓你吉弟 所以 你 聽就聽 不聽也沒辦法 因為這個 已經是 在一個危險的位置上 我們都 只是過來人 被人搞 又搞過 自己 或者什麼都有 所以這個世界 是 不立危場之下 搞到她 都是有一個安全的位置 讓她把她的暴行公諸於世 不過無良那些 那麼聰明 其實很快 就算 做一個新台出來 等於好像可伯 現在 老婆 關注組到3.0 現在 都有1,9萬人 那時候 十幾萬 十一萬人 但不減 我相信力度不減 YouTube 一樣推薦她的影片 但是虧給她 你 一天 賺不少錢 你申請 你再開台各樣 你那裡也虧少少 你之前還有整個月亮 她可以不揹你 總之我是善意提醒 希望大家 保持對型 在戰線上 打一場漂亮的仗 把這個肥婆 拉她下來 讓她的暴行 罪行公諸於世 不要再讓她在這裏 我覺得她的性格又招職 個人又鬧打 大家一起治一下她 否則她世界很難看 很難看 很難看 然後人們走進她的台 看她 那就糟糕了 今天祝大家平安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再講其他新聞